作词 李宗盛 进来吧 来了 来了 这丫头就交给你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别过来啊 美人 今晚 是十五 月圆之夜 今晚咱俩有 人月要圆 如何 苏黎 你就好好享用我 送你这份大礼吧 我该怎么办 要什么时候才能救苏黎 最近几日 你有去地牢看过苏黎吗 属下不敢 您亲自下令将她关入地牢 我就是有十个胆子 也不敢去看她呀 本侯不让你去 你便不去啊 你应该看得出来 那玉佩 不是苏黎偷的 那侯爷为何还将她 关入地牢 若不把苏黎关起来 怎么能将想要害她的人 一并揪出来 再说了 本侯近几日 也不愿吸血的时候 看她一脸不情愿的样子 这 这 侯爷 侯爷 不碍事 大概是因为 今天是十五的缘故 我去找苏黎姑娘来 不许去 苏黎 本侯刚说的话 你这就忘了 侯爷 侯爷 求求你救救苏黎姑娘吧 苏黎她怎么了 苏黎她 她 她什么 你快点去救救她 走 去看看 侯爷你不能出去 你若再敢拦我 苏黎出了任何事 我定饶不了你 走 哎呦 哎呦 好好好 臭家伙你可打我 你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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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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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苏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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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要杀他们 蘇黎 饶了我吧 别打我啊 喊救回來 HAM 我想了都可不敢了 TP 以成 抬出去 乱棍打死 是 方言饶命啊 方言饶命啊 你是说 萧白燕为了那个苏黎 下令要杀了春燕 是的 春燕一直是苏黎为眼中钉 昨日找了地痞进入地牢 想欺辱苏黎一番 可惜啊 被侯爷给发现了 这个没用的东西 死不足惜 对了 你有没有打探过 这个苏黎是什么来历 听座雅楼的掌柜说 苏黎当年模样可人 又会说话 所以就满了来 在座雅楼里做跑堂 苏黎能言善变 也很有生意头脑 总是能把客人 哄得开开心心的 废话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我在问你是她的出生 这 这个 这个奴婢还在打探当中 苏黎被辗转卖了二十多次 要查出她的出身 还有一点时间啊 那你要给我查得清清楚楚 不然 你就会和春燕 一下场 春燕 看来春燕在萧府应该是留不住了 在她被萧白燕发现身份之前 我要你把她给杀了 否则杀你全家 杀人 我只是个小小奴婢 怎么敢杀人啊 当年你只是让我们打探萧府的动静而已 你 敢不听从我的指令 你的家人一个也别想活 求求你不要懂我的家人 你说什么我一定照做 你把这个下在春燕的饭菜里 此毒无色无味 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小白燕只会以为春燕是暴毙而死 必然不会深究 苏莉塞怎么样了 为何还未苏醒 侯爷和老夫人不用担心 苏姑娘是因为惊吓过度 加上体力透支并无大碍 休息两日就好 谢天谢地 我们家小叔叔没事就好啊 侯爷 你脸色看上去很不好啊 要不微臣也帮你诊治一下 小白白 你的脸色真的很差啊 太爷 快 快给我们家小白白一把把脉 娘 我没事 你 小月 你先带我娘回去休息吧 老夫人 走吧 苏莉 对不起 是本荒有保护好你 不要帮我 我张开 不要帮我 苏莉 是我 好了好了 没事了 是我 侯爷 对不起啊 我刚才迷迷糊糊的 不知道要是你 是我对不住你 不该一声不吭的 就把你扔进地牢 来吧 先把药喝了 我扶你 来 来 他怎么了 怎么变得这么奇怪 别盯着我呀 快把药喝了 我自己来吧 别动 我喂你 快 快把药喝了 怎么哭了 这要很苦吗 尊老侯爷 你要是来晚一步的话 我可能就 对不起 我再也不会把你一个人扔下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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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没事 我想的还有些事没处理好 你好好休息吧 这人怎么变脸比翻书还垮 难道我在做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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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